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到大别人是怎么捧着她的 她就是怎么一步一趋的 跟在我身后对我扶手签就顺着我的 但我对她向来冷淡疏离 有人说我不是好歹 确实 我外婆只是周家的住家保姆 在周宇怀还没出生时就来到周家 后来我外婆一直贴身照顾周宇怀的妈妈 所以虽然名义上是保姆 但周家带我外婆向来李仲且亲后 但在亲后 我和周宇怀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即使是她喜欢我 那也是我高攀 我一直不知道周宇怀喜欢我什么 我性格冷淡 脾气疏离 不太懂得人情世故和与人交往相处的手段 对她也从未有过好颜色 而且喜欢她的女生那样多 从上幼儿园开始 就有小朋友追在她身后 乃声乃气地喊 宇怀哥哥 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可她就是一直执着地跟在我身后 一脸刚正不阿地拒绝其他小朋友说 不要 我只和书于玩 这种情况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 再到后来我发现她喜欢我 我曾经也不解地问过她 周宇怀 你到底喜欢我什么 在外人面前向来冷淡疏离 金贵淡定的周宇怀含在嘴里的一口可乐 默地喷出去 然后偏头不可思议地望着我 像是不明白怎么会有女孩子 不害羞地理所当然地将这句话问出口 她呛了半天 耳朵以诡异的速度迅速地红起来 偏开头不敢对上我的视线 只是手里握着的可乐罐 因为紧张被捏得瘪下去 她翻来覆去地转着那个可乐罐 嘴里却故意用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 小声堵囊 喜欢就是喜欢 哪有那么多原因啊 她低着头 双手搭在栏杆上 风轻轻地吹着她的发顶 身姿挺拔的少年像是有些失落 脊背弯成一道弓的形状 她说 而且即使说了你也不懂 我看着她微微醋眉 我确实不懂 事实上 我对爱情相关的所有东西 都避之为恐不及 我也不相信 这个世界上会有爱情这种东西的存在 我爸妈是青梅竹马 16岁时就在一起 身边的人都说 没有比他们更美好的爱情 可我5岁那年 我眼里那个温温尔雅的好爸爸 不可救药地爱上自己18岁的学生 为了和他在一起 他用尽了一切手段来 逼我妈妈离婚 他们吵了一年 6岁那年 我妈妈用一把菜刀杀了我爸爸 然后用那把刀割断了大动脉自杀 等我被人从托儿所送回家的时候 粘稠的血液已经蜿蜒着 从客厅一直流到门口 我身后的老师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吓晕了过去 只有我站在原地 低头看着一直流到脚边的血液 手搭在我的小书包的背带上 那里有一朵老师奖励的小红花 我本来打算送给我妈妈的 那时他和我爸爸已经吵了一整年 我想的他说 尽管爸爸不再送他花了 但以后会由我送他 可惜他再也听不见了 再后来我就被我外婆接了过来 跟他一起住在周家 然后我遇见了周玉怀 周玉怀说我不懂 我们学《孔雀东南飞》这篇课文的时候 周玉怀读到《缆裙托丝旅》 举身负轻持 府立文此事 心知常别离 徘徊庭树下 自挂东南之时 很唏嘘惆怅 他在桌子上问我 书渝 你说爱情是什么 我顿了顿 耐着性子回答他 多巴案 内飞态 本机一案 去甲肾上腺素 脑下垂体 后夜荷尔蒙 人这一辈子 都在被这些激素控制 周玉怀目光复杂地看着我 想了想 我补充了一句 不过这种激素在人体内 一般在6至18个月达到高峰值 其后的每一天都在慢慢消失 只有新的对象 可以重新激发这种激素 周玉怀不知道怎么的就生气了 他说 我才不会 我偏过头没理他 每个人在遇见下一个 让自己心动的对象时 都信誓旦旦地觉得 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变心 就像我爸爸一样 就像我第一次 从周玉怀的朋友那里听说 林墨雪这个名字一样 周玉怀的朋友 其实一直都不太喜欢我 可能是因为我一个小小的孤女 唯一的亲人 还得是周家的保姆 而我却对周玉怀 这么多年的喜欢 和俯首迁就 视而不见 他们都觉得 我很有心机 这是一种欲情故纵的手段 纷纷为周玉怀打抱不平 所以当这么多年 周玉怀身边出现一个 和他如此般配的女孩子时 立马有无数 共同好友旁敲侧击的 通过开玩笑的方式 似笑非笑地 跟我提起她的存在 他们说 林墨雪和之前那些 围在周玉怀身边的女孩 都不一样 她是个很温柔 很特别的好姑娘 而且和周玉怀门当互对 他们说她是在学校上 游泳课时脚抽筋 被周玉怀从池底捞上来的 所以对周玉怀一见钟情 他们说她很喜欢周玉怀 说她每天都来找周玉怀 尽管周玉怀对她书里冷淡客气 但她依旧风雨无阻 他们跟我说 书渝 周大少也喜欢你这么多年 一片真心像明月 你就算是考验她的真心 也差不多可以了 是啊书渝 喜欢周大少的姑娘那样多 你再继续吊着周大少 小心她被人抢走了 到时候你即使后悔 也无济于事了 我置入网文 回到学校给我们安排的酒店后 我掏出手机 果不其然 周玉怀给我发了很多信息 她跟我说 我们的物理老师 今天的衬衫穿反了 过了一会儿又跟我说 第三教学楼六楼科学教室窗户边的 那个鸟窝被学校护工搬走了 两只麻雀飞回来没看见窝 一直在盘旋地飞 看起来很可怜 然后发了张照片给我 是两只在窗户边飞的小麻雀 大概在疑惑 为什么出去一会儿 家就没了 又过了一会儿 她问我 阿渝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周玉怀又说 齐明都已经回来了 我顿了顿 我是一周前代表学校来参加竞赛的 齐明第二轮就被淘汰了 当然回去的早 周玉怀的成绩一塌糊涂 高中时 她永远搞不懂点辟合员的位置关系 也搞不懂平面向量的坐标运算 上初中时 我心血来潮 曾经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去教她 Sign Cost 以及Tangent 最后实在受不了将书一谈 我冷淡地跟她说 你已经蠢得没救了 放弃治疗吧 她委屈地看着我说 明明是你太聪明了 这不是高中的知识吗 周玉怀其实非常聪明 但我和她的聪明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 周玉怀能很快听明白 所有大人愁交错下的言外之意 对所有生意手段 和错综复杂的懂事关系 一点极通 即使数学不好 但她对财务报表上的 所有数据都非常敏感 在复杂的财务表格 她也能极快地捋清楚 而且她的情商能面面俱到的 令所有人赞不绝口 对外的性格稳重低调 天生的大家族继承人的风范 这大概也是一种天赋 而我的聪明 只在学习上 这基因大概来自 我那被我妈砍成肉酱的爸爸 我回过神 只见在手机输入键上顿了顿 想了想没有回 只是网上拉我和她的聊天框 其实都是她在说 从我出来参加竞赛的那天 她的消息就没断过 从路边的桃树 抽牙到学校食堂的菜谱更新 每一件大事小事无聊的事 她都会和我报备 我很少回她 在她给我排 她考了98分 刚及格的数学是卷时 回她一句 蠢死了 她也不生气 沾沾自喜地说及格了 这次是卷难度大 全班只有18个同学及格呢 我翻到我离开第一天的消息 再次确认了 我们的记录 没有出现林墨雪这个人名 只是第一天 她跟我提起过她去游泳了 然后拍了一张 去吃高热量垃圾食品的照片 跟我说她累死了 我顿了顿 什么事都能事无巨细 和我牢到一大堆的周雨怀 从未和我提起过林墨雪 我第一次看见林墨雪 是我竞赛回校那天 我们教室在一楼 刚踏上叫室外的走廊时 上一秒还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暴雨倾盆 逗大的雨接连打在水泥地上 接着连绵一片 很快就连成黑云压城 成欲催的里啪啦的雨线 我没直接回教室 而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待了一会儿 听她跟我说申请保送的事情 这次竞赛的冠军给我加了不少分 从她办公室出来 刚好打起下课铃声 我是在回教室的走廊上看见林墨雪的 她手中拿着一把伞 背对着我 周雨怀站在她对面 我其实很少看见周雨怀这样 心不在焉的样子 她的神色漫不经心 蓝伞地站在林墨雪的对面 微醋着眉 有些不耐烦 在林墨雪将手里的伞递过去时 她挥手推开了 然后她抬眸就看见了 站在走廊这段的我 她眼睛亮了亮 唇角在同一时间勾起 几乎在瞬间推开林墨雪 几步连做一步走到我面前 语气上扬 是能听出来的好心情 她问 书渝 你回来了 比赛结果怎么样 我对她点点头说 还行 第一 她就笑起来 英俊的眉眼飞扬起来 笃定骄傲的样子 好像是她拿了冠军 她说 我就知道 我们去庆祝吧 我单单地拒绝 下雨 等一下我还要去叫岛主任那里 拿填资料的表格 周雨怀不以为意 下这么大的雨 老王办公室 离我们还隔两个教学楼 我陪你去吧 说完她顿了顿 想到什么一样 转过身对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转过身 静静看着我们的林墨雪说 喂 那个谁 你伞接我用下可以吗 我抬头朝林墨雪望过去 看见了这位在周雨怀朋友圈中 人人称道的林墨雪的正面 她很美 即使后来我见过无数个姑娘 但也不得不承认 林墨雪还是美得令人惊心动魄 她小头小脸 五官精致 皮肤非常的白 所以趁着眼睛越发漆黑 长而蜜的睫毛 仿佛万目土萃一样 眼珠失落的眸色 她有些失神地看着我 在周雨怀问出这句话后 她才回过神 收回视线后 对周雨怀勉强笑着点点头 将手里的伞递过来 然后她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周雨怀说 那我先走了 周雨怀随口恩了一声 然后接过那把伞 走到我身边 撑开大半遮在我的头顶 然后催我 走吧走吧 我顿了顿 和周雨怀一起走进榆木里 走了一段我突然回头 林墨雪不知道为什么 还站在原地 隔着重重的雨木巢 我们这个方向望着 雨雾朦胧 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只是身影单薄寂寥 我转回头问周雨怀 那姑娘找你有事吗 周雨怀怂怂肩 一副没上心的样子说 她和我一个补习班 过来问我要不要一起去 我顿了一下 你什么时候上了补习班 问到这里 她不知道魏石腰有些害羞扭捏 但突然这害羞扭捏 又变成了恼羞成怒 她愤愤地看着我抱怨 谁让你成绩这么好啊 再说明年就高考了 我不抓紧点不补课 大学一定就被你抛弃了 我看着连面白茫茫的雨木 面不改色地说 让你蠢 周雨怀张牙舞爪地朝我未未 但伞一直稳稳地撑在我头顶 我垂下眼睫 轻轻叹了一口气 保送结果出的 比我预想的要快很多 大字报喜气洋洋地 贴在学校公告栏的时候 周雨怀才知道这个消息 她来找我的时候有些生气 当时我正在看范涵树分析 从周家给我外婆单独开出来的 二楼往窗外看的时候 正好能看见周雨怀 来找我时一脸怒涩的样子 大概是在生气 我从没和她提过保送这件事 我站在窗边往下看 看见她一路急迟走到楼下 气势汹汹的样子 像是来找人报仇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走到楼下 她又停下脚步 她停了很久 然后突然去摘旁边绿化的树叶 一顿狂风乱舞后 只剩一地残叶 然后她深呼吸一口气 抬脚上楼梯 我拿着书回到书桌前 直到两分钟后 我听见敲门声 打开门后 站在门外的周雨怀 脸上的神色已经一如往常 几乎看不出任何她在来时 脸上挂着的生气 她看着我 甚至微微笑了笑 她说 我看见学校的喜帖了 保送到A大 你怎么没提前和我说啊 不过恭喜你啊 阿鱼 顿了顿 她才若无其事地问我 那你什么时候去学校报到啊 高三不念了吧 后来很久后 我都会想起 她站在我面前恭喜我的样子 她的语气带着隐忍的难过 还要假装若无其事 我想周雨怀所有的好脾气 大概都给了我 就如同人人说的那样 她对我俯首迁就 百依百顺 众星捧月的周家大少爷 在我面前 就像张爱玲在小团园里 写的那句 滴到尘埃里一样 我没戳破她 只是淡定地回 下学期开学 就去A大报到了 她滴滴地摁了一句 然后又说了一句 那恭喜你啊 阿鱼 我看着她 说了句谢谢 保送之后 我不必日日再去学校 只是高二这年 刚好是学校一百周年校庆 晚会那天 我回到学校参加校庆 作为这届的杰出代表 和校领导们 一同坐在第一排 我在这场晚会上 再次看见了林默雪 从小到大 只要和我无关的事情 我向来两耳不闻 所以也从未在意过 校花林默雪的大名 林默雪念的是国际班 这种班级是学校专门 为准备出国留学的学生准备的 成绩不算重要 但有很多国际课 还按照出国国家分班上 专门的雅思或者托福克 刚入校时周宇怀 本来就是要读这种班级的 只不过我无意留学 我外婆年纪渐渐大了 我虽然冷血 在血缘亲缘关系上淡漠 但也不准备抛下她一个人去国外 所以周宇怀也没读 可是坐在第一排 看见周宇怀和林默雪 一个弹钢琴 一个跳现代舞 配合默契时的样子 我突然想若是周宇怀没有遇见我 在高中读国际班 遇见林默雪 他们一定会有另一段故事 他们非常般配 连节目都是压轴出场 周宇怀穿着黑色的西装 鼻挺昂贵的西装 衬得她越发英俊 她修长的手指 在黑白键盘上飞舞 而林默雪在她的旋律下 在灯光中旋转旋转飞舞 纤细的身姿像乘风欲去 我不懂音乐 也不懂舞蹈 但他们一切都配合得这样好 节目结束后 我听见身后传来的 雷鸣般的掌声 还有吹口哨起哄的声音 羡慕的时候 他们两个并肩站在舞台中央 漫天的彩带落下来 落在他们的发顶和肩膀上 这样的般配 在这人生顶沸的时候 林默雪含着欢喜的笑一片头 看向周宇怀 周宇怀的视线去直直地 落在坐在前排的我身上 她的眼神专注 仿佛全天下只看得到我一个人的影子 然后她微微扬唇 对我得意地勾起唇角笑起来 她面上一派的稳重得体 只有我知道 她无声对我张开唇形说的 那几个字是什么 她在问我 帅不帅 我偏过视线 落在和她并肩站在舞台中央的 林默雪身上 她的视线 随着周宇怀的眼神 落到我身上 明亮的灯光和漫天的彩带下 我看见她低下头 眼里欢喜的明亮 一点一点地黯然下去 她喜欢周宇怀 很喜欢她 我在那晚 第一次做了一个噩梦 梦到我很久都没梦到的场景 是16岁的周宇怀 第一次和我告白时的样子 她那样怅然若失地看着我说 你又不懂 然后她一点点地后退 我先前只是一直冷冷地 看着她后退 在她快要消失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上前拉了一把 我没拉住她 反而推开了一扇门 是6岁那年的夏天 我从托儿所回去推开的家 门后是漫天的血色 我割断大动脉自杀的妈妈 和被她剁成几块的爸爸 从厨房弥漫到客厅门边的血迹 注定要弥漫我整个一生 惊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披上外套下楼去 从冰箱找到一罐啤酒 坐到露台上时 我听见周宇怀的声音 阿鱼 我回过头 她一脸复杂地看着我 视线从我手上的啤酒 落到我脸上 顿了顿她问我 不开心吗 我没说话 打开一拉罐 气泡的声音转瞬即逝 周宇怀坐到我身边 声音温柔低沉 她问我 怎么了 要不要借个肩膀给你 我笑了笑 抬头去看天上的月亮 月朗星熙 晚风熄熄 我饮了一口啤酒后 轻描淡写地说 周宇怀 林默雪喜欢你 她耿住了 身体僵硬 隔了半天才放松下来 她伸过手 将我手中的啤酒罐拿过去 没有否认 只是仰头喝了一大口 然后她说 可我又不喜欢她 周宇怀高三的时候 我去了A大 临走时 周宇怀信誓旦旦地跟我说 阿鱼 你等着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A大很好 我向来习惯 独来独往 在刚入校的时候 周宇怀每晚都会守着点 给我打电话 问我钱够不够花 有没有人欺负我 她偶尔也会装不经意的 和我打听我们班级的男女比例 我听说数学班都是男生 你们班多少人啊 阿鱼 问完又委屈巴巴 你可别在我去之前 找到一个灵魂共鸣的精神伙伴啊 我懒得理会她 后来她的电话 就不再是一天一个了 从一周两三个 到一周一个 到两周一个 大概是高三课程压力大了起来 中途我回去过一次 到换季了 我回去拿冬天的衣服 我回去那天 林墨雪也在周假 我从正厅走过去的时候 路过她和周宇怀 坐在花园里的凉亭里 一落落书 将石桌堆得满满当当的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低着头在一个草稿本上演算 我听见周宇怀的声音 他大概在教林墨雪数学 声音里难得的气急败坏 他说 你看 由正弦定理得 A等于22C内 B等于22CB 所 以22C内平方CB斜杠CosB 是不是等于 所以是 不是2A等于2B 或者2A等于π2B 所以是不是能证明三角形 ABC 是等腰或者直角三角形 林墨雪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然后我看见周宇怀 一脸生无可恋的样子 他问林墨雪 你听懂了吗 你就点头 真是比我还蠢 他说完这句话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愣住了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 初中那个暑假 我心血来潮给他补课 教他三角函数 最后我冷冷将书和尚 一脸生无可恋地对他说 你已经蠢得没救了 放弃治疗八十的样子 他嘴角浮起浅浅模糊的笑意 林墨雪坐在他对面 不明白他这突如其来的笑容 但也轻轻笑起来 眉眼弯弯 他的眼睛专注地落在周宇怀身上 轻声细语地问 那你可以再给我讲一遍吗 我顿足在那里 身后是周宇怀妈妈 有些刻意地解释 哦 那是宇怀同学 和宇怀一个补习班 他家里今天有点事 我就让司机将他接到家里来了 他站在我身后 亲热地将手搭在我的肩上 和我一同望向那边 然后语气满意地问我 这是个好看温柔的姑娘 是不是 我低下头 滴滴地说了一声 是 然后我没有惊动那边的人 转身从另一条路 回到我和我外婆的那栋小楼 拿了冬天的衣服后 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我没和周宇怀打招呼 周宇怀的成绩出来时 我正利用暑期时间做家教 我在大一就搬离学校宿舍 因为我睡眠质量一直不太好 晚上宿舍的一点点声响 都会导致我睡不着 或者突然惊醒 但偏偏我有个喜欢每天 和男友包电话周到深夜的社友 数次沟通交流 无果后 在矛盾升级前 我一个人搬了出来 我想我大概永远也适应不了 集体生活了 周宇怀在电话里的声音很兴奋 他说阿鱼 我考上A大了 我要去找你了 艺术家分家周家人脉 他自己的分数 也确实在这个可操作的范围内 我离开他一年 他将自己的总分提了近300分 这对不爱学习的他来说 一定是场旷日持久的折磨 但我面不改色 只是在电话这端 无动于衷地恭喜他 是吗 恭喜你 那边顿了顿 声音一点点低落下来 他问我 就这么 我反问 不然呢 隔了一会儿 他轻轻地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我抬头看向坐在我对面的警察 一字一句地说 是他先骚扰我 他家庄里有监控 我相信应该还来不及删 是的 周宇怀给我打电话这时候 我正在警察局 我坐家教的那家男主人 在对我动手动脚时 我拿着原规 狠狠地刺进了他的手掌 然后他恼羞成怒 将我从楼梯上一脚踹下去 然后他骑在将近昏迷的我身上 准备试报时 我教的那个小朋友报了警 路完口供出来 已经精疲力尽 我站在街口 望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感觉到了茫然和孤寂 我去诊所处理身上的伤口 提着药 回到我在学校对面租的出租屋时 我看见坐在门口的一个漆黑的影子 暮色苍茫 周宇怀高大的身体 蹲坐在我的门口 手机屏幕凝弱的光 投射在他的脸上 他正在玩游戏 听见动静 他抬头看向我 然后他默然站起来 我看见他冰冷的脸色 他浑身都是风雨欲来的低气牙 他问我 发生什么事了 我看着他 我不知道自己那一瞬间的心情和表情 我只是问他 你怎么来了 从周家到A市的距离 我心算了一下 他几乎是在挂断电话后 就往我这里来了 周宇怀愣了一下 然后装作轻描淡写的样子说 我看不见你的表情 阿渝 我想第一个告诉你 我考上A大的事 但隔着电话 我看不见你的表情 所以我来了 我在那瞬间明白他的委屈 他为我留在国内 心高气傲的周家大少爷 憋屈地去念各种补习班 努力了一整年 不过是想和我上同一所大学 可我在电话里的语气冷淡 所以他找了过来 不过是想当面听我说一句 恭喜你 不过是想看看 我在听到他来我的大学时 我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 还好渐渐暗淡下去的夜色 给了我很好的伪装 我将眼里细碎的泪一忍下去 然后抬头看向他 我对他轻轻笑出来说 恭喜你呀 周宇怀 周宇怀在A市留了几天 他陪我做口供 带我去医院 找人在没有监控的角落 狠狠将那个男人 往死里狠狠打了一桶 最后陪我找到新的兼职时 他才不得不回去 他的升学 庆祝业要开始了 周阿姨已经催过他无数次了 我送他去机场 在机场他还在对我笑 他的目光专注地看着我 仿佛有千言万语想要说一样 最后他不顾窥探一声说 算了 阿渔 等我来找你 我一直守在机场 直到他登机 直到载着他的那架 小小的飞机 飞上天空 慢慢变成天空中 云层中的一个小小白点 我知道 周宇怀不会来 A大找我了 接到他电话是在一周后 他在那边没有情绪地问我 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 我沉默 知道什么呢 比如周家不会任由他为了能上A大 念一个无足轻重的艺术系 比如他们早为他在国外挑好了大学 比如周阿姨前几天给我打电话 在电话那端无奈又恳求地跟我说 书于你劝劝他 我们周家这些年 对你和你外婆 也算得上是人之一尽了 是啊 我外婆只是保姆 但周家给我外婆体面 几乎当家人一样照顾 在我外婆不得不接我过来一同生活时 他们专门给我和我外婆一栋小楼 甚至我的户籍 我的转学手续 都是周家帮忙弄的 小时候周宇怀上什么学校 他们就给我上什么学校 反正都是举手之劳 周阿姨笑咪咪地说 可受人恩情 我欠周家这样多 我在电话里对周宇怀说 你去国外吧 周宇怀 这几年我们不要联系 如果等你毕业回来 心智还不改 还觉得你喜欢我 那我们就在一起 那边沉默很久 我听见滴答滴答钟表走动的声音 过了很久 我听见周宇怀滴滴的声音 他问我 你说真的吗 我笑起来 轻轻地问他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他笑出来 那样雀跃的低沉的笑声 他说 那一言为定 我嘀嘀地摁一声 然后回 一言为定 周宇怀去国外前来找了我 他递给我一张银行卡 面上的表情 无奈又恳求 阿渝 我本来想着我和你一起 读位大可以照应你 可现在我要去国外 这个银行卡你拿着 不要再去做兼职了 不然我实在放心不下你 他顿了顿 补充一句 我不是限制你的自由 阿渝 我只是怕我在几千公里之外 而你又遇见上次那样的事情 我笑着接过那张卡 他明显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最后他温柔地看着我跟我说 阿渝 等我回来 我说 好 我等你回来 周宇怀去了几千公里外的美国 隔着十几个小时的时差 说好了不联系 但他每天都会跟我发邮件 他的课表 他每天做的是 他遇见的人 每封邮件的最后一句 他都会留一句 等我回来 好像不说这句话 我就不会等他一样 我没有回过他 但他从未断过 大三的时候 我收到周宇怀的一封邮件 他跟我说 他在滑雪的时候 不小心摔跤 从雪道上滚下来 还好坡度不抖 他只是右腿骨折 然后他给我发个笑脸 示意自己没事 痒痒就好了 收到他这封消息的时候 我就在美国 那时候我在学校申请到 去哥伦比亚大学 交换一周学习的机会 那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天 我没和周宇怀说 我也没去找他 第三天的时候 我接到周宇怀的电话 他打的是 我在美国的临时卡 我没有说话 听同那边传来周宇怀 清浅的呼吸声 过了很久 他才轻轻地问我 你在美国 我恩了一声 他说 我看见赫翔的朋友圈了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 他说 偶遇北京过来的固有 我看见你的照片了 阿鱼 赫翔是我和周宇怀的高中同学 我和他并不太熟 只是一国他乡 他在人群中 乍然遇见我感到惊喜 我们寒暄一阵 我没注意到他什么时候拍了我的照片 又隔了一会儿他问我 你看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 我顿了顿才说 看见了 他又沉默好久 过了很久 我听见他急轻的一声叹息 他的声音低落下去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倦 他执拗地问我 最新的那封 你看到了吗 我说 我看到了周宇怀 你说你腿骨折了 我顿了顿 用不以为意的语气反问他 你不是说没什么事吗 那边安静十几秒 才滴滴地笑出来 我其实第一次听见周宇怀这个笑声 自嘲苍凉 带着失望 他笑了很久 然后隔着手机屏幕 自嘲的笑声 清晰地响在我的耳边 他轻轻地问我 书渝 我在你面前 是不是一直像小丑一样 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我举着这通被挂断的电话 站在人来人往的一国街头 抬头朝对面那栋托斯卡纳 建筑风格的房子看过去 我知道周宇怀就在这栋房子里的某一层 只要我穿过马路 走进那栋建筑 按响他的房龄 出现在他面前 他就会吃惊又无措地看着我 原谅刚刚那通电话里所有的愤怒和不悦 然后呢 我问自己 然后呢 书渝 然后你真的在周宇怀回国后跟你说 他喜欢你时和他在一起吗 然后在所有不被人看好的视线里谈恋爱 运气好的话结婚 然后看着周宇怀对你的爱意 在无穷无尽的生活里慢慢消磨 直到他喜欢上别人和你提离婚 然后呢 你会像你妈妈那样 用剁骨刀将它剁成一块一块的 然后用这把剁骨刀割断自己的大动脉吗 我看着那栋建筑每一层的窗户 想着周宇怀现在会在哪一扇后面 是什么样的表情 直到我看到林墨雪 我知道林墨雪的家境很好 他和周宇怀是真正的门当户对 他长得又那样漂亮 从小到大 应该也是所有人捧着的掌上明珠 可现在他吃力地抱着怀里大堆的食材 走到楼下时 有一袋圆滚滚的马铃薯掉在地上 咕噜噜地滚了一地 那样娇滴滴 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千斤大小节 狼狈地抱着怀里的排骨和零食 蹲下去去捡地上的马铃薯 马铃薯还没捡完 他袋子里又有几个西红柿滚落出来 但他一直很安静 他安静地一点点地 耐心地整理好这一地的狼藉 将马铃薯和西红柿装回去 整理手中的食品袋 然后艰难地提着那一大堆的东西 走进那栋房子 我想周宇怀会没事的 有人会照顾他的 直到看不见林墨雪的背影 我才转身离开了那个路口 就像我从来没有来过一样 我最后一次看见周宇怀 是我外婆住院的时候 那时周宇怀已经快要毕业回国 我也已经很久没有收到他的邮件 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 可我外婆从楼梯上摔下来 引发大脑出血的时候 他还是连夜飞回来了 周家帮忙安排医院 最后我守在重症病房门口 周宇怀刚好风尘仆仆地落地 他千里迢迢地站在我面前 面容英俊 依稀是记忆里的模样 只是更加高大成熟 他站在医院走廊上 就那样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看着我神色温和 语气肯定又令人安心地跟我说 阿渝会没事的 别怕 我看着他 冲他洋洋唇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笑还是在哭 我说 我没怕呀 周宇怀在那瞬间望过来的眼神里 带着一点不忍 他在国内陪了我一周 直到我外婆的情况稳定下来 医生说手术很成功 我才彻底松懈下来 周宇怀在那刻一直陪在我身边 唇角上扬 跟我说 你看 我说过的 会没事的 我看向周宇怀 我其实不明白 周宇怀为什么要这样做 这些年我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他 可每次在我最孤立无助的时候 他都会出现在我面前 每一次 在他要回去美国的前一晚 我们两个坐在阳台一罐一罐地喝着啤酒 或许是孤单 或许是脆弱 或许是一时的情绪失控 或许是他给了我太多的感动和信心 这感动几乎让我想开始一段感情 或许我会有个好的结果呢 或许周宇怀不一样呢 或许有这样多美好的回忆 后来某一天 即使他不再喜欢我 我也觉得值得了呢 我想张口问他 还记不记得 我们关于毕业的那个约定 我想问他 现在是否还依旧心智不改 可是我还没张口 他已经先说出口了 他说 阿鱼 外婆没什么事了 我也准备和你告别了 我忍吓到唇边的所有话 静静地听他说 他仰头看着夜空 语气唏嘘又感慨 他说 在很小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那时候我认为 自己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从高中毕业那年 我们做下那个约定的时候 每一年每一天 我都在盼着早点毕业 然后我要站在你面前 坚定地跟你说 我初心从未改 我所有的执念都是你 他说到这轻轻笑了笑 然后摇摇头 偏头看向我 夜色的朦胧中 他英俊的五官和语气 都无比地温柔 他说 可是终于到快毕业了 我却说不出那句话了 他问我 你还记得林默雪吗 我说 记得 他恩了一声继续跟我说 当年我想追你到A大 他也就放弃出国的机会 跟我到A大 后来我出国 他又追着我出国 挺傻的是不是 我一直对他冷漠疏离 没什么好颜色 可他就一直跟在我身后 他跟我说 周雨怀 你有你的执念 我也有我的 后来我摔断腿 其实挺严重的 他一个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 每天来给我下厨 帮我打扫卫生 帮我准备洗澡的东西 一直到我能下床 我眼里泪一模糊 但我没吭声 直到他窥探的声音 继继续在我耳边响起 他说 这次听说你外婆出事 我赶回国前 他含着泪站在我面前 一句话都没说 最后他跟我说 周雨怀 算了 我放弃了 我不等你了 他说 我也要有自己的生活要过了 对不对 我偏头看向周雨怀 他依旧望着夜空 弧度流畅挺拔的侧脸 坚毅又英俊 带着模糊的伤感 他跟我说 阿鱼 那一瞬间 我竟然感到了心痛 他说到这里开始沉默 直到最后的最后 他偏头看向我 唇角眼神 依旧是我熟悉的温柔的笑意 可又那样陌生和遥远 他跟我说 阿鱼 其实那次我摔断腿 你来美国没来看我 我就已经想放弃了 可我在你身后追随太久 久的已经分不清 是执念还是一种习惯 但这种错位的习惯 迟早是要改过来的 对不对 最后他说 我不等你了 阿鱼 我要去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我想给自己和林墨雪 一个机会 她是个好姑娘 我不想错过她了 我们的那个约定 原谅我阿鱼 我失约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 出现在你面前了 周宇怀离开很久后 我依旧坐在阳台上 晚风一阵阵地吹来 明明不凉 可我却一直发抖 我想还好 还好我的那些 话没有说出口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想起很久以前 大概是七岁那年 因为孤僻和高冷 我在学校一直没有朋友 也没小朋友 愿意和我说话 只有周宇怀 他天天跟在我身后 问我是不是不开心 我从未理会过他 直到七岁体育课 我被一个小胖子 从单杠上推下来 膝盖摔得鲜血淋漓 所有的小朋友 都吓得手足无措 只有周宇怀 熬得叫了一声 然后像那小牛犊一样冲过来 将那个欺负我的小胖子 冲倒在地 骑在他身上 死命地打他 直到老师 闻声而来拉开他 后来我在医务室 包扎的时候 周宇怀就在我身边 哭得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 一点也看不出 殴打那个小胖子 他哭得一梗一梗地问我 书渝 你以后要是 娶了嫁不出去 我娶你好了 医务室的医生 被他哭得忍俊不禁 忍不住笑起来安慰他 没事了别哭了 人家小姑娘摔成这样 都没哭呢 而且就是摔破一层皮 看着吓人 过几天就没事了 周宇怀泪眼朦胧地 看着医生说 真的吗 医生忍着笑 一脸郑重地点头 周宇怀就不哭了 转头来看我 欣喜地问我 书渝 你听到了吗 他这个样子很蠢 所以我看着天花板 翻了一个白眼 嫌弃地说 你真是蠢死了 这是我父母死后 我第一次开口说话 周宇怀没有生气 只是很惊喜地看着我 问我 咦 原来你不是哑巴呀 在后来就是16岁那年 我初初识破少年人的心意 在连续年转 难眠的晚上 我想去找周宇怀说点什么的时候 下楼碰见周阿姨和我外婆 在楼梯的角落 我听见周阿姨欲言又止的声音 不是我不喜欢书鱼 她长得漂亮又聪明 形势又稳重得体 我们周家也不是闲贫爱富 在乎门第的人 只是我怕那个孩子 阿姆你能明白我吗 听说当初送她回去的老师都下婚了 可她一个小孩子 看见自己爸妈那样 那样的尸体还能不声不响 听说还是她自己抱的紧 这样小的孩子就这样 这我 然后说我外婆悠长地叹息 她说 夫人放心吧 我们家书鱼 是个拎得轻的 我扶着楼梯 一步一步地退回去了 周宇怀说我不懂 我确实不懂 在我多年前试图弄清 喜欢到底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就已经被这几句话判了死刑 周宇怀的家人不喜欢 也不会允许我和她在一起 除了我的亲密关系回避性人格 和心理上的问题 我们之间还有那样长长的一条鸿沟 我怎么能和她在一起呢 可喜欢是什么呢 是会长久地看着她的侧脸发呆 是一边骂她蠢 一边控制不住上扬的蠢脚 是每次想起她时 那声藏在心底悠长的叹息 是这么多年 日日夜夜 每时每刻都在胆战心惊地担心 什么时候会失去她 是每个动摇的瞬间 我都会在心底劝我自己 没关系 书鱼 只要从未得到过 你就永远不会承受失去她的痛苦 有爱故生忧 有爱故生不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无不 周宇怀大概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她就是我的多巴胺 内非态 本机已暗 去甲身上腺素 脑下垂体 后叶荷尔蒙 我一直冷静清醒 从不给自己沦陷的机会 我一直做得很好 可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 弯腰死死捂住我的心口 那里的痛意 在一寸一寸的窒息中 弥漫到四肢百骸 我捂着那里 缺氧一样的呼吸不过来 但我没哭 我死死地用拳头抵着心口 我想 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结局吗 若她像我爸爸那样背叛我妈妈 我想我大概一定也会疯掉的 我规避了我和周宇怀能在一起的所有瞬间 也规避了一切会被伤害的可能 我也不可能会被伤害 因为我从未得到过周宇怀 可现在我知道 虽然我从未得到过它 但如今我将永远失去它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